40年前的往事虽然已经尘封许久 但是在近日来又获得寿风乡长参选人许雪玉的重视 3号上午陈情人吴怠玲带着陈情书来到了许雪玉的竞选总部 希望这一件由务事送信尽责而灭顶的事件 在40年后的今天能够借由许雪玉的陈情完成他多年来的夙愿 40年前经济匮乏的情况之下 那说风乡的乡亲在横跨花莲溪时都必须渡船到月梅村米湛村 在天后不佳的情况之下也造成了许多的旱事发生 40年前的游务市吴七正与其他三人 正准备渡河时就遭遇到洪水灭顶 时过境迁经过了40年的城勤之后 吴戴玲始终没有放弃 希望能够帮助包兄这立纪念碑让后人知道他的事迹 吴大哥也认为说他的哥哥当时在40几年前 因为我们的交通并不方便 而且受风到米湛完全没有桥梁 都必须用涉水的方式 那吴大哥的大哥呢 这个威震呢 他就是基于地方的一个这个游差的一个任务呢 那这个威震大哥呢 当时他就是因为他的职责在手 所以他呢必须把这个信件呢 交到我们村民的手中 把书信送到民众的手中之后呢 他又要赶回来值班 所以当时的村长也有欠他说 等慢一点再回去 但是他因为工作的一个职责在手 所以呢他就赶了回来的途中 就被水呢给冲着了 然后就牺牲了 那这40几年当中 我们的吴大哥的弟弟 他耿耿以怀 他希望说他哥哥的这样的一个牺牲 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当地呢 是不是立一个牌 是吗 立牌了 立一个杯了 要参选寿风乡长补选的徐雪玉 在接过了成情书之后也表示 业务的静泽以及包地的澄清 都述说着寿风早期经济条件 并不是如此的优渥 更应该在适当的公有土地上立杯纪念碑 唤起后人对寿风的历史事件的缅怀 吴大哥来成情之后呢 那我们的构想是只有这个区块里面 应该算是公有地啊 那我想是不是到时候再来询问一下 这一块土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公部门的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寻求他们的同意 今天我的肌头就在习乡长 习一眼镇上了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 所以希望他能够来帮你完成 对因为习一眼 习一眼他过去对地方 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热心 很清化 所以我觉得他效率会更好 这也是我唯一的寄托 由于这一次的事件 据当地的居民表示 早期交通不便都必须要渡船过河 而此一事也造成了四人在此上升 徐雪玉表示 一旦他当选寿风厢长 也将会寻觅适合的公有土地来建立纪念碑 让后代世人能够了解到寿风厢 四十年来的发展跟历史 恭候人缅怀纪念 记者林杰 首帮箱采访报道 了解